当地时间23号 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 来自各国政府私营部门 和民间社会的各界人士出席峰会 共同为落实巴黎协定 加快应对气候变化 献祭献策 此次峰会也是第74届 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 举办的五场高级别会议之一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在气候行动峰会上表示 气候变化对世界和平发展 构成严重威胁 他呼吁国际社会 为应对气候变化 采取紧急行动 推动落实巴黎协定 避免出现灾难性后果 提灾难性后果 的灾难性后果 之后 我们需要随着灾难 灾难性后一新模特别的发展 一对 global起来 与人士与人士与国家 与国家与国家 与国家与国家 时间被离开 但这不是太晚 在此次峰会召开之前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就呼吁各国带着具体的计划书 而非漂亮的演讲稿前来参会 行动已经成为了此次峰会的关键词 与会者也都表示 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 已经再清楚不过了 一些国家还承诺升级减排行动 加快发展绿色经济 承翻船抵达纽约 参加此次峰会的16岁瑞典少女 格雷塔·桑伯格 发表了充满激情的演讲 对某些国家 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无视和不作为 表达了强烈不满 每年9月 联合国各会员国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 齐聚一堂 讨论全球关切的关键问题 今年除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外 世界各国领导人还将参加一系列首脑会议 和高级别会议 以促进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加快可持续发展进程 达銀论 我简单 这是ベー数 判断